六段的教學片來到最後一段 我今次會講一講奇權市場之金流 如果在這段實力片中 講述奇權市場之金流 到底怎樣去想出來 或者怎樣去寫出來 太免了 在這裏我會講述奇權市場之金流的看法 好 立即去片段 我剛剛看回R哥最近開始拍的美股 不過這個就是教學片段 免得講不懂 首先是例牌 我們什麼都不要做 先開始 清一清之前設定的東西 按一個叫做Menu 奇權市場之金流 好 裡面也可以打一些叫做股票商品的東西 在這裏 它的範圍就是 總之香港有股票期權 又或者指數股票 指數期權的產品的話 就可以形容在這個board那裏 跟大家再講一次 這個board 遲些也會推出美股 我盡量想推出 只要有選擇的東西 都可以出不到在這個board那裏 OK 就好像譬如 DJI 都可以在這個board那裏看到 究竟那些大湖 那些倉的錢 放在哪一邊 OK 好了 在這裏我們都想看一看 最近 港股就跌了很多 但是 有一隻股票就升 而且是升得很焦跡的 那隻股票是哪隻呢 就是700 OK 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 到底700 在5月裏面 那個莊家的部署 那些錢放在哪裏 很明顯 你看到這裏 其實700 它現在5月 雖然升得很多 但是我們也看不到 它的put 價落值就升了很多 反應是什麼呢 雖然它一直這樣升 在這個資金流的方面 也會看到 淡倉那邊 就一直在那裏加住 買它後市就會跌 OK 好了 你看到 也挺厲害的 即是 它的call價落值 由上日 上個交易日 43% 那罩降到下去 只剩下30% 但是 我們看到這個report 是15號 即是說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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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但是為什麼它的call的價落值呢 即是升了那麼多呢 可能的原因 未必是call那邊的好倉就是減倉 但是 我看到put那邊的交易值 就異常地多 也多了很多 即是說 call未必減倉 但是淡倉那邊的部署 就蓋過了call那邊的錢 就是這樣看 在這裏 就看到整個市房裏面 的資金大概是怎樣的部署 而下面呢 也會有一幅圖 就告訴大家 到底它的錢是哪裏 那因為呢 其實呢 行駛價就很多 大概呢 我們就拿了現價向上的5個 和向下的5個 向上的10個 和向下的10個 的行駛價 來組織這幅圖 那好了 在這裏呢 看到一些 legend 大家可以看到 put的價內值 最主要是來自哪裏呢 其實就是來自500 這個行駛價 和這個490 這樣 而呢 這個call side的價內值呢 就大概是在哪裏 位置那裏產生出來呢 我記得呢 在上一天裏 就是說 在這個5月14日 其實它那個 騰訊的價內值呢 最主要就是 建基於這個420 但是你看這裏呢 420呢 它那些價內值呢 很容易縮減了很多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其實好友呢 在這420的好倉那裏呢 就叫做大幅平倉 走人叫做 take perfect走路 這樣 那好了 再者呢 但是它那個重倉位呢 依舊在這裏的380 那就是說呢 如期5月 如果是體探也好 那在這裏的380呢 因為好倉的倉家 就放了很多註碼在那裏 所以380呢 在5月呢 就未必會跌穿 或者未必是很大機會會跌穿的 但是呢 比如說380呢 即是沒有跌穿的時候呢 那你見到這裏呢 就叫做很多好倉的資金 建基於在這裏 那在這裏 那在這幅圖裏呢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去設立一個 的 極權策略呢 那就很簡單了 首先 我們見到這個 淡倉的部署 就是淡倉的錢就多了 那我們呢 有機會 我們可以做一個叫做 Long Put 那同時間呢 我們也都見到 這個380呢 有一個很明顯的好倉的部署 在這裏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個位置那裏呢 相對做一些縮盤 這樣 OK 你去做一個叫做 買它 5月 不會跌穿這個380的動作 這樣 所以呢 在一幅圖裏面呢 如果它佔價量多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叫做 Debit Pushback 去順著這個勢呢 去捕捉這個跌勢的利潤 那我們在這裏呢 都可以清楚見到 究竟 召倉的錢在哪裏呢 那我們見到就是380 那我們都可以買它 在5月的時候呢 就不會跌穿這個380 為什麼呢 就因為大家其實可以想到 如果後市呢 甚至是期跌的時候呢 跌穿了380的話呢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全價落值這裏 整項的錢呢 就會不見了 那大家有腦都會想到 就是其實 整個市場呢 就是 好創好友和淡友的角力賽 那你想一下 就是淡友 就是好友 怎麼會被你這麼容易 打到那個糧倉的位置呢 那所以呢 在這裏呢 大家就可以清楚見到 其實期權市場之金流 其實是怎麼去看呢 還有怎麼去用的 那好吧 那在這個 暫時的 一頭六段的教學片裏 也是到最後一集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麼 想問 想聽 或者想參加這個 那就可以在我的 YouTube Link 下面 就找到一些 相關的 去做相關的動作 那在這裏呢 也拍到差不多了 為什麼呢 我從這個 不知道幾點 拍了很多片之後 今天我發覺 就沒有開麥 對啦 差點趕了 這樣就再錄 這樣 到現在呢 就叫做過了這個十二點了 那所以呢 原本今天呢 我打算拍多一段片 告訴大家 我是星期四 跟R去主持 那個節目的時候 有一些 的預算出了之後 那就是 即是怎樣去用一個 既然策略去套進去 以及盈利欣賞是多少 大概有一點 即是叫做 適合大家去下盤 之餘此類 等等 那樣的事情 但是現在呢 就因為過了十二點 那如果我不趕著 去搭那班車的話 基本上我今晚 就要留在這裏 做多一兩小時的事情 為什麼呢 過了沒班車 通常我就不喜歡回家 就是在公司做多一會 好了 廢話不多說了 因為要趕車 十二點半 那就是MTR給班車 那我多謝大家去看我這個 這樣的簡介 即是講這個bord 其實那些功能是怎樣用 OK 那接下來呢 我都會把這些教學片 就上去這個bord的 教學影片 那個按鈕那邊 OK 那如果有些什麼問 就在YouTube下面問我們 即是問我 那在這裏呢 順帶一提 那R的20萬真倉的影片 反應不錯 大家多多支持他 因為為什麼呢 他真的是一個挺努力的人 OK 那我就 對 支持一下他 接下來他也會開一個 叫做 美股的班 這樣 那他也會有一些 自己的方式 自己方式的操盤方法 這樣 那在他的班裡面 到時也會見到我 OK 那在我的連結下面 也會找到他的班 那個報名方法 OK 那這次的六片到這裏 到這裏 好 再見 明天呢 和R就會拍回那段 那些 波幅 和落盤的方法 OK 那就是這樣 拜拜